我知道那个毕如姐要讲这些跟柯文哲有关的不好谈 我们来谈能源议题可以啦 台电董事长说未来三年夜间供电有点吃紧 只有未来吗 我们现在不是随时都在分区轮流 小松鼠要牺牲来停电吗 因为呢现在河山的一号机组已经停了 接下来河山是不是准备要都停 今天有一个会议蔡清德总统特别讲 长达四个小时 这个气氛里头不激烈也不激动 反而很积极开了四个小时 就是由总统府召开的气候变迁会议 能源到底要怎样吗 到底要不要核能重启吗 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叫做核能 非核家园不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哇这个打脸的人真的也太多了 有一个民众乡明是这样说的 他分出套房电费收到多少钱 他下歪了六千块 一个月是要死啦 对于这个一个小资组来说 八千块的房租电费居然六千块 该怎么办他很痛苦 他已经尽量省不开冷气 怎么还会这样 这就是累进电率电费造成的结果 那尤其夏天到了 这个电费会越来越高 那当总统说 能源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 反核和永和 看起来是已经准备 要有些风向改变了 稳定供电唯一都摆低意的话 那当然重启核能也没什么 侯友仪说他想通了吗 所以开始要开始绿能了吗 所谓净零的能源方案 终于有机会做到了吗 改了吗 那跟过去的赖信德不一样了吗 马上有一个反应来了 云爆能源 一度就强涨了9.5% 差点要涨停板 为什么 绿能嘛 只要预电工生跟绿能有关都会涨 但是有人开心 涨价 股价很涨 股价涨 台南已经很多的农民抗议 渔温业者抗议 现在彰化又有了 在方苑乡这里的乡民 集体出来抗议 天啊 有600公顷的良田 现在全部由国产署准备释出来 来干嘛 又是光电板 光电板的热跟迫害的环境 只有不用环平 这种快速又简便 又可以赚大钱 台南为什么有那么多案子 不都是跟这个有关 那现在配合绿能发电 没有办法撤回异象书 农民们 乡民们 他们说是在毁灭农村吗 比利姐 这个能源议题其实一直都 一直以来 其实都是老百姓很焦虑 那其实连我也都会很焦虑 然后这个 赖总统不是去成立的三个委员会 其中一个气候边天委员会 那他今天亲自主持 可是你看他的顾问请的 童子贤 就又开始觉得说 也不要放弃 李远哲也就开始讲说 也不要放弃这个核能这件事情 但是不好意思 核三厂的第一号机组 已经在七月底已经关了 那关了之后 可是你看我们的赖总统 现在讲话 都有人当 就是黑白一点 好像就有人在演一样 他又说 我们这个能源议题不是简单的 反核或永和的是非题 然后就说 非核家园也不是民进党的神主牌 不是一世形态 那神主牌已经拿掉了 可是不要忘记了 这个在环境基本法里头 我提醒一下赖总统 在环境基本法第23条里头 当时就是民进党把它修进去了 你去翻开环境基本法的第23条 就是非核家园 他就说我们的国家 要逐步逐步的往非核家园 非核的能源前进 但是其实他大家 民众都注意到 非核家园是民进党的神主牌 但是你看这么久了 其实上一届 第十届我在立法院的时候 到现在我们都一直说 那你要非核家园 第一个你要能源到底 有没有接得上 第二就是说 你原来的核一场 核二场 核三场的这些核废料 要逐步的要有一些去化 有一些处理的一个机制 不然只能用中火 用废发电 对 海中应该感受很深 对 但是他都没有去处理 这些放射线的这些核废料 所以基本上 我想以照环境基本法 第23条的非核家园 这个还是民进党的神主牌 所以看起来就是我们就是 继续用废发电 然后少数数要牺牲 农田要被破坏 我要讲一下 那个农田这件事情 其实上个月 大概一个多月前 云林的原掌乡的瓦窑村 你知道那里的村民 也来抗议 后来抗议也知道我们 有时候在野团 我们也会去关心地方 我就跑去看 他就是一个 看起来就是不是 不适合耕种的农田 他就好好的一块 因为上面的草长 他上面的草长得很好 凸也很好 但是他的那个基座 基庄已经把他打上去了 结果整个村子里头的人 我告诉你 那个村子里头 跑来看我的 最年轻的78岁 都87岁 七八十岁的老家 说他在这里一辈子 为他的家园来奋战 最后 我要讲一下 后来他们去找了 云林县的张立山县长 县长有答应他们说 他们会去替他沟通 请叫厂商要把他拿掉 就是那已经 装好进去的柱子 所以同样的东西 现在在彰化的这个方案 台南彰化 又是同样又来了 我跟你讲 我们的国土计划法 本来说预计 明年4月要上线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 农田是好好的 可是为什么 民进党是急了 还是因为他的 绿能跟不上来 就是掉头寸 对他开始掉头寸 他开始去把这些 事宜耕种的农地 全部都拿来重点 我们来看在奥运上面 有位林裕廷 我们的选手 一直遭到霸凌 那被国际全种 俄罗斯的代表 一直不停的攻击 所以有国民党立委就说 要求我们不要再买 俄国天然气了 过去不是讲 我们要抵制 结果还不是照买 那现在还中游 特别澄清说 现在已经没买了 但今年1月6月 已经进口了 26.2万公顿的天然气 过去说什么 要抵制要围堵 也都是说说而已 那现在看到 中俄之间的关系 很特别 30年来首见 准备乙务 义务了吗 所以拿什么 油 汽车零件 来换开心果 就是那种粮食的概念 互相可以规避掉 一些可能货币上交易 以及被其他国家 欧美国家 抵制的风险吗 原汁 我讲一下 为什么兰伪 其实徐宇珍 他为什么要求 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不要买 俄国天然气 其实就是觉得林玉婷 就是被国际权种欺负 国际权种 他的主要的一个金主 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业者 所以你看 我们去跟俄国天然气的业者 买天然气 然后钱给了他们 就他们拿去赞助国际权种 国际权种来霸凌我们的奥运选手 这样对吗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应该 强硬一点 抵制 告诉他们讲说 你不能这样随便欺负 我们的选手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后来又被人家发现说 其实原本在2022年 那时候俄乌战争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宣誓了 宣誓说我们不要买 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产品 那是王美花宣誓 王美花宣誓 结果根据资料显示 今年的一到六月 还从俄罗斯进口了 26.2公噸的天然气 你之前是在讲什么 万公噸 买好买满 对 那你之前是在讲什么 王美花你在 你是随便呼嚨大家 后来他们又提出一个解释说法 就说没有 我们没有直接买 应该是 我们跟中间商买 那个中间商可能有一些 天然气的库存 他都鬼扯 你就掉资料 他已经跟那边都签五年的合约了 而且恶物战争以后 你知道天然气又更贵了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 就说我们店价要涨是因为这个关系不是吗 对 就是店价要涨 就是因为天然气变贵了 因为他进口就更贵了 你去把它掉资料 对 随便他们讲了 我知道他都乱讲了 现在有时候没有买了 所以我们的经济部都随便乱讲了 真的 所以他就随便 所以后来今天被他翻译随便乱讲 他在随便找一个理由 在糊弄大家 那刚刚毕如姐也有讲说 他就是乱讲了 那好 但我觉得这个 我们国民党的议委 为什么会这样主张 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政府其实对于 林玉婷的声援是慢半拍 你看到了昨天 那个赖清德跟卓东泰才讲说 赶快控告 要做法律行动 保护那选手等等 但是其实林玉婷被人家攻击 是什么时候 7月30号就被攻击 你昨天才说要处理 这8天10天 你都不用去支持人家 对 所以真的 慢半拍所以他会这样讲 反正你都只是说说而已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谢耀周 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检查一下 因为听说有些人 按这个订阅之后 之后还会跑掉 你检查一下 看订阅还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 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 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谢谢 拜托 拜托 再见